因為像飄蒙牛我剛剛有說 他們其實有很多的創新 像我們這次的新門店 它有加49元就可以升級為火烤兩吃 火烤兩吃 對 對 我們那時候吃那個 八種 你在那邊歐什麼 新吃法 對 我剛剛說火烤 對對對 對 火烤兩吃 對 這個八種新吃法 就是你看 我的上面有八種新吃法的DIY 對 因為我剛剛有說嘛 他們的那個湯頭其實是很濃郁 你在做一些 就是你在吃的時候 其實不用沾任何的醬 對 但是它還是有給這麼多的醬料 你看有12345678911色 對 就是很多種不同的醬料 這些醬料就是 它像有什麼一般的蔥 薑 蒜 基本的一定有 對 還有它們有一個很特別的牛肉醬 對 那他們特製 自己特製的那個辣醬 小牛牛特製辣醬 對 就是很多種 那這些醬料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為了這個八種新吃法 而來的 我在想 但其實這個八種新吃法 是那個西門店店 這樣它自己研發出來的 對 我們那時候其實在吃 我們那時候就很有實驗精神 對 但是八種都吃了一下 沒錯 對 完全是照它的 它的比例 它的那個就是方式 然後把這八種都給它做出來了 然後就是我們下面這個 超級 這八種 對 這個超級 超級那個 看起來很 我覺得就是 感覺很 顏色很豐 很豐盛這樣子 對 而且它裡面就是有牛 有豬有雞 還有鯛魚 然後蝦 蛤 蛤蜊 就是海鮮的 然後肉類的 對 然後就是 這全部都是 你可以拿來做燒烤用 對 而且我覺得它其實 除了用醬料 跟他們的食材之外 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湯頭 所以它其實在裡面 會有 有一些是有加一些 他們的那個 蒙古養生湯的部分 對 就等於是說 你其實 它其實有點 你到時候就是把那個 就是 那個叫什麼 濾波蓋 蓋起來之後 用燜煮的方式嘛 對 然後 其實它是有點就是 用燜的方式 所以它其實 是用那個湯頭 湯頭的那個湯汁 可以去 燜煮它這樣子 對 然後就可以讓那個 食材的 那個味道啊 更香 然後更 就是 跟一般你在 可能會覺得 那我就自己回去 家裡弄啊 完全是不一樣的 嗯 對啊 對 然後我們那天有發生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蓋子沒蓋緊 所以大家去吃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 那個上面的濾波蓋 一定要蓋緊 不然就會 因為它是放在烤 烤的那個上面 它就會煮非常久 喔 而且我們還有一個 一個問題是 其實我們有些 煮得太久了 對 有一個沙茶豬 對 是沙茶豬還是沙茶牛啊 反正就是 就是第一個 它其實基本上 它那個蓋子上面有洞 有洞 對 它冒煙了 你其實基本上就可以了 對 對 你就是 稍微顧一下 就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 對 雖然我們有一些就是 有一些是沒有 就是煮得沒有那麼成功 但我們還是有些煮得滿成功的 對對對 像我們有那個 那個 醋 味 鯊魚 就是鯊魚 然後它是有加了 那個白醋 還有 日式醬油 對 對 本來就是有 還有蔥花 還有一點點辣椒 對 可是它雖然加辣椒 可是這道 就是這個魚吃起來不會很辣 它只是有一個辣椒的香氣而已 對 那主要是它在 煮完出來之後 它那個魚肉超級軟嫩 就是入口即化 我真的吃到嚇到了 對 就是你會覺得 這個鯊魚吃起來有比較好 就是又更好吃的感覺 對 就是我覺得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還有一個就是 燜煮 燜煮辣雞 對 然後這個燜煮辣雞 它的特色就是 它用小蒙女的辣醬 對 然後還有就是他們的蒙古的那個湯頭 火鍋湯 那個對 就是那個養生的湯 不是麻辣湯 是那個養生的湯 對 對 然後它那個辣雞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那個辣雞吃起來還蠻 真的也是會讓我覺得還蠻驚艷 因為它等於 它其實用那種方式在燜煮 它其實會入味的 對 就是它那個雞肉其實會有入味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它那個辣醬真的蠻辣的 真的蠻辣的 它那個上面 就是剛剛那個調味料的後面都會跟你說 什麼 這一道菜要幾吃辣什麼的 那如果我不敢吃太辣的人 我覺得這道菜辣可以加少 可以減半這樣子 可以減半可以少一點 因為我們當初是照它原本店長的配方 直接去配 對 但是對我 像我不太吃太 不能吃太辣的人 就真的 因為它看起來好像沒有很辣 對 但其實你就是很有後勁 對 就是會越吃越辣 對 但我覺得那個也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越吃越辣 有啊 那時候我先吃 然後我就說好辣好辣 然後你就說真的嗎 看起來還好 對 結果 一吃完 辣後不行 超級辣的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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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